都是仿山油 仿山油对不对 云农县春日乡的果园和农地 近几年与满洲乡同样遭受 猕猴严重侵害 为了协助农友解决这个问题 相公所邀请县府农业处与农友座谈 除了说明电维网的架设及补助办法 也近距离了解农友农损状况和实际需求 目前我们全台湾有五个电维网的监测点 跟四个房子监测站 那目前房子效果都还不错 就是至少都是降到危害 损害都大概降到两成以下 甚至有时到已经没有危害发生了 大部分农友在电维网补助计划实施前 就想尽办法解决猴害的问题 有的把整个农园用网子围起来 有的自制电维网 对于林务局建议的电维网架设方式 有的农友接受 有的则维持现状 因为我目前已经有了 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申请 我们唯一的主要就是能够 活子可以供置 不要来进入我们的农作物 这样就好了 不一定说一定要花那么多钱 因为我花那么多钱 然后现在有那个补助 多多少少对我们有帮助 因为我们那个树债 它一年的收成也没有很多钱 不像果树 果树你一直再收的话 会回本比较多 但是我们是比较少 那是不是可以比照 阶染灾害的补助办法 针对营生农的部分 尤其像北山村那个山猪 也是山猪猴子 真的是让我们的农友不生其乐 除了架设电维网的防侯害措施 但是乡公所也努力为农友争取农损补贴 但并不鼓励族人用猎枪驱赶或射杀猕猴 仍希望能与野生动物和平共存的方式 解决农损的问题 原始新闻八浪屏东春日 产生报道